好我们把产品做了分产品的需求做了分析之后啊 我们需要去做产品的筛选啊 需求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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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其实有啊 几个方向啊 几个方向需要去注意 一个是产品的战略定位啊 需求的战略定位 还有产品的定位 还有用户的需求啊 这三个方向 这三个大的方向 其实需求的筛选和需求的分析阶段啊 在很多的公司其实是合二为一的啊 合二为一的 因为我们这个需求的分析和决策啊 包括筛选的这个过程非常的快 非常的快 尤其是在现在很多互联网的这个公司是追求这个敏捷的开发过程啊 包括这种开发的啊 瀑布的开发模式 所以就不会有太多的这个时间留给产品经理去做非常详细的需求分析 所以就是会把这个产品的需求分析和产品的筛选啊 包括决策这整个这个过程都合在一起啊 这样都可以减少很多的呃 人员上面的闲置啊 和空闲 呃 不过有一些大公司啊 还有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些产品 其实还是还是需要有这样非常单独的一个环节去做这个需求分析的哈 然后这部分当然最后决策其实还是主要是这个由产品经理来完成 由产品经理来完成 我们做具体的这个需求决策啊 包括去做需求筛选的时候 其实要考虑这三个方面啊 第一个就是战略方向 战略方向听起来比较比较大哈 比较虚 嗯 这个其实没有非常明确的一个界限啊 但是可以给产品经理的工作啊 去选择需求的时候做一个范围方面的和方向方面的一个啊 控制哈 呃 因为在这个具体的工作内容中啊 每个公司的这个定位啊 战略方向需求方向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呃 有一些公司今年我可能是不追求收入 不追求整个产品线的收入 但是我追求的是用户量啊 用户量那我做很多的这个产品需求方面的工作 主要还是在追求用户量的积累上面的啊 但是我不考虑 每个用户量的每个用户上面的啊 收益哈 这个就是一个大的大的一个战略定位啊 直接会影响我们产品的需求选择啊 还有就是 产品的定位啊 产品定位其实是非常分阶段的啊 非常分阶段的 我们这个产品因为每个产品都会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啊 你的这个需求处于这个产品哪个生命周期阶段需要做的啊 这个就和产品定位有很密切的联系了哈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的产品一开始啊 出生阶段啊 刚刚开始诞生 要去做这种需求的时候 那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在做核心的功能 而且说是功能类的需求 对吧 那这个直接和产品的定位有很密切的关系 我们这个战略定位其实啊 这个应该是放在这里的啊 这个战略方向 战略阶段啊 其实它是和这个是有截密联系的 我们的战略其实也是跟这个公司跟这个产品有很紧密关系啊 一般分成这三个大的阶段啊 起步阶段 发展阶段和迭代阶段哈 起步阶段 我们的需求就是更多的关注我们这个产品 它最核心的功能的实现啊 因为我们产品刚刚出生啊 需要快速的推上市场啊 让所有的这个需求上限 然后去让用户反馈 我们的这个产品是不是能够迎合他们的这个需求 嗯 这部分主要是在验证产品的可行性啊 然后到了发展阶段啊 到了发展阶段就会需要去不断的 优化啊 扩展完善我们的这个产品 这个阶段就会有一些小的范围的 呃 小流量试验啊 啊 包括一些新的想法的尝试啊 扔到线上让用户来反馈 然后到了迭代阶段啊 这个时候产品基本上已经是到了平台期啊 就是趋于稳定的一个状态 所以就会更加关注于这种啊设计类啊 还有这个体验类的啊 运营类的一些需求了啊 这个就和产品战略定位啊 需求的战略定位有几名关系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微信啊 微信它要搭建它整个这个产品的生态圈啊 产品生态圈 这个不可能是一天铸就的啊 不是说我这个产品 今天这个发版就会把所有的这个生态圈里的各个环节都打通啊 所以它也是分了好几个阶段 一开始啊 最开始的起步阶段 它需要先是啊 把整个这个产品的布局啊 最核心的功能先实现了啊 做做一些最基础的最核心的场景上面的需求 这部分比如说它最开始就做这个朋友圈 还有公众服务平台啊 这些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移动的啊 社交圈 这是第一环啊 第一环 到了第二个阶段啊 到了发展阶段 它做了很多的这种开放接口啊 我们之前讲了那种上演模式啊 开放EPI的这种这种方式啊 然后引入了这个微信支付 对吧 微信支付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吸引更多的参与者啊 这个生态圈又扩展了扩展了一层 到了第三个阶段 到了迭代阶段 非常关注体验啊 不断的在升升级它的这个啊 服务号公众平台的一些策略啊 包括微信支付的更多的商业化的转转型啊 同时开了各种权限 提升各种常见的模式啊 常见的一些服务模式啊 最终主步的在完善它整个这个商业生态圈啊 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闭环 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闭环啊 呃 我们其实在做这个产品啊 做这个需求的时候 战略定位的时候啊 它是分了三个阶段啊 其实每个阶段它会有不同的版本啊 不同的版本我们需要产品经理去在做这个需求管理的时候啊 做这个需求筛选和决策的时候 然后就是首先有这个战略分阶段的想法 然后啊然后基于每个阶段我们需要分版本啊 需要去考虑每个版本实现的核心是什么啊 产品定位又是什么样的啊 用户有什么需求啊 环境又是什么样的 这些可能啊 大家感觉可能有点虚啊 但是其实你要深入的啊 持续一段时间的去做这个需求管理的时候啊 需求分析啊 需求决策的时候 你就会形成一样一个自己的标准 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就是战略层面的 战略层面的一个指导 你有了这个战略 你才可能去更好的去创造你的战术啊 然后你的产品才会是一个非常扎实的一个工作情况啊 我们还提了一个这个叫产品定位啊 其实产品定位和需求需求决策啊 就是这两个之间啊 这个应该是重叠了啊 重叠了就是这个战略定位和产品定位啊 之间是有一些重叠的啊 不过战略的话是更偏向于市场啊 面向于市场的产品呢 产品定位啊 就是更关注于我产品内核啊 就是有哪些功能啊 功能的定义是什么样 产品的形态是什么样的 所以产品定位考虑因素是判断功能需要是否符合产品定位的标准啊 这个是更具体化一层了啊 比如说地图的一个应用啊 它其实是基于LBS的啊 就是Local Based Service这种模式的一种导航服务 如果有一个显示路况信息的需求啊 那这个符合定位内的需求啊 可以纳入规划 但是如果你提这个需求是实现那个呃 地图下载啊 离线地图 那这个需求和产品的定位就不太一样了啊 因为我们当我们当前定位的是这个啊 产品的一个定位而不是运营的啊 我们如果是下载离线地图其实更偏重于一个运营的一个需求啊 这个就是一个点啊 啊 还有一个维度就是用户需求啊 我们其实只要注意两点就可以了啊 不要把用户的需要当作需求啊 不要把用户的需要当作需求 还有一点就是不能把产品的心态啊 当作本质 这两个各举一个例子啊 不要把需要当作需求就是不是说用户怎么说啊 你的产品需求就应该怎么写啊 有的时候用户其实是很难直接的表达出他想要什么的啊 而且同时受限于他当前所使用的产品情况啊 他所了解的一些情况 有的时候用户是需要去引导的啊 有的时候需要用户去引导的啊 就像之前啊 产品经理经常会听到的一个例子吗 就是那个福特当时造车的时候 他之前会问用户你想要什么啊 用户告诉他 我就想要一批跑得更快的马啊 如果真的是按照用户的要求去做这个需求的话 那永远也不会单成汽车了啊 不会单成汽车了 还有一点就是不要把产品的心态当作本质啊 产品其实是啊 已经是包装好的了 啊已经是包装好的了 比如说我们说呃用户的本质就是我想喝水 我想喝水我需要有一个啊 产品形态有一个器物来帮我盛水啊 不要以为这个我就做个杯子给用户 那就可以了啊 杯子其实是一个成型的产品形态 但它其实不是背后的本质啊 我们去做我们的需求筛选的时候一定要是本本质啊 去挖掘本质 透过现象看本质啊 这个其实是啊 比较看听起来比较虚的几个几个方向啊 但是我们随着我们的这个经验的积累啊 慢慢慢慢会有这样的体会 慢慢会有这样的体会 其实无非就是战略定位产品定位和用户需求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做这个需求的甄别和筛选啊 需求的筛选我们怎么做呢啊 我们同样可以去啊 再看一下这个图啊 再看一下这个图 其实在这个需求分析的时候啊 我们基本上已经把我们所有的这个需求做了一些初步的了解啊 比如说它的这个价值啊 实现了一些简单的难度 包括初步的一个评估的这个成本啊 有多少人需要怎么样做啊 怎么开发时间周期什么的啊 到了需求的这个筛选啊 其实两个环节刚才也说了啊 联系的非常紧密的 我们其实在需求的筛选的过程中 也可以同样用到刚才说的那个啊 两个维度的四个象限这种四分法啊 所以这个阶段主要是让整个团队做一个评审啊 做一个评审需要啊 参与到这个项目啊 或者这个需求的所有的角色 大家一起来做这样的工作 同样是用刚才的那个方法啊 做这样的评分啊 然后把这些需求 形成文档啊 形成文档 包括形成一些案头上的一些啊 留存的可以留存的东西啊 作为一个审核的一个依据啊 比如说评审啊 评审完了打爆 然后最后啊 向更高level的人去汇报啊 去宣讲 然后形成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最后那就是如果决策层决定要这样去做啊 那我们就可以去做这样的后续的这个需求的处理啊 这部分就更多的可能就是去做这个研发的工作了啊 那部分就是另外的一个阶段啊 另外的一个产品工作的阶段啊 我们把需求如果这样啊 从收集啊到分析到筛选到这个啊排排列好顺序到最后的需求处理 我们应该是形成一个报告的啊 形成一个报告文档 可以去选择用PPT啊 也可以去用Word的 然后我们我建议大家啊 我建议大家是比如说以这个啊一个月的这个周期啊 或者更短一个月的周期或者更短来去汇总汇总啊 整个团队的这个需求的变化情况啊 然后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汇报也好啊 或者留存的一个文档也好啊 这个文档啊 需要包括几块 包括几个文几个部分啊 包括几个部分啊 第一个啊需求的分类 这个我们之前如果有成型的那个excel表 其实是很好做这个这个这个分类的 对吧 然后我们还有我们的这个分析过程啊 其实分析过程就把我们的那个啊 那个啊 四个向线的四分法 这个两个向线啊 两个维度四个向线的那个四分法 把这个分类做标记啊 标记在上面 然后我们去能够更好的去传达我们这个需求的分布情况啊 然后就是分析 分析 就是尤其是我们下一步要去做的这些需求啊 比如说都是析弄在这个向线的 我们去拍好这个优先析 他会有一个啊顺序对吧 他会有一个顺序在里面啊 然后因为因为整个这个过程啊 是整个这个需求项目团队都会去参与的 所以我们可以去把这些啊成本啊 就是需要多少人开发 然后需要多少人测试 包括未来的啊 未来的时间的一些安排进度都可以去画在这个表格里啊 补充在这个表格里啊 同样啊 同样还有我们在不同的向线可能有一些需求是我们要搁置或者是啊不做的暂缓去做的那这些不做的或者是啊搁置的这些需求我们需要去记录一下我们当时啊商量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啊 原因是什么也要做一个留存啊 有可能是因为时间不合适啊 那我们就可以去商量一下在这个表里面去记一下这个到什么阶段啊 或者在哪一个时间点上我们再去启动这个需求会更好啊 这个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报告啊 当然也可以去通过这个一个C要去做记录啊 因为一个C要的这个啊 记录的方式啊会更加的清晰有效啊 同时我们去更新不断的更新这个更新的话就会需要产品经理去设定一个周期啊设定一个周期 我们在我们的团队啊 在我们这个产品团队里我们一般是以一周啊 一周 每单位的啊 我们会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我们需要去大家一起去参与去制定我们这一周的工作安排啊 哪些需求是这一周要去做的啊 然后他的优先期是什么样的需要什么样的人员来参与其中啊 最后会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需求 文档啊 这样的话就会贯穿整个这个过程对吧 我们前面也有个人的这个需求池 那个池子会比较大 然后逐步会聚焦在团队里啊 团队里大家一块去评审到底哪些是需要做的 哪些是下一个阶段再去做的或者是不做的啊 最后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留存 这个文档叫做产品分析文档啊 产品管理分析文档非常重要啊 当然在很多的公司啊 其实这个过程会非常快非常简单 所以就不会有单独的拆出来这部分工作了啊 所以在有一些的这个产品经理培训课程里面会不会讲到这 不会讲到这么细 不会讲到这么细 但是啊 对于这个互联网公司来说啊 尤其大家未来可能会参与到一些比较庞大的这个产品团队工作中啊 那就会需要有这个配合和协同的工作啊 有了这样的一些方法上的啊 还有思路上的一些指导可以更好的去提高这个合作的效率和配合的效率 同时使得啊 因为每个人的这个需求会非常多嘛 那大家为什么做你的不做我的啊 就大家会经常会有一些纷争啊 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机制啊 包括有这样的方法 其实可以去很好的规避这些问题的啊 啊 产品经理应该是能够掌握的掌握得了这些方法啊 去更好的推进具体的工作啊 好 这部分也给大家讲完了 也给大家留一个作业嘛 因为我们前面也这一每一阶段啊 都做了具体的工作 那我们自己啊 我们自己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模板啊 做一个这样的这个产品 以周围单位吧 以周围单位一个月太久了 一个月太久了 以周围单位的这个产品需求分析的一个文档啊 这个是给大家留一个作业 你就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这个想法啊 去做哪些会更有效啊 用什么样的形式更有效 不限于你是只用这个Excel 你也可以去用PPT啊 当然我们之前的工作 我自己在做这部分工作的话 会用到Excel会多一些 推荐给大家啊 这个作业请大家完成一下啊 谢谢大家